那么特别,谢谢 主席翁院长 以及各位 列席各位长官,各位 理法院的同仁,请院长 请翁院长 院长,三分钟简短两个问题提问 第一个问题 各国科会所提出的57K 对于博士生的问题 中研院的立场 您是对于高阶人力 您又说高阶人力,我们也提过了 我们现在好像变成了高阶人力的 禁输出国 可是我们要留住这些高阶人力 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比较有用 还是国科会那个已经很好了 国科会那个还不够了 那个只是初步的一种鼓励 希望产学之间能够 多一点互动 对 而且这个部分也牵涉到 比较理工科的哦,那文科的国师人力 对,就是啊 那怎么办 文科我可以看到的 但是很多产业也需要人文社会 比如说财经法律 甚至管理 毕竟出入不一样 不一样 那文创方面 假如我们也有产业的话 这个文科的 那你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足 我讲长久的 国科会的补足 或者是我国制造的 这个不要说制造 我国这个研读博士的人太多了 每年这个 拿得到博士学位的人太多 对于国家的需求似乎没有到那里 那当然会变成人才的 禁书出国啊 一方面需求没有那么多 一方面环境又不是那么好 那一方面这个景气又不是那么佳 那怎么办 当然就往外跑了 对,博士后出国 其实我们是鼓励 因为人才 出国再进修还是出国 出国进修 贡献所学不一样 不一样 出国进修是OK 出国贡献所学 就是我们替人家养人才啦 那那个也是有一些正反 比如说人才的移动 你在国外贡献的话 或者您觉得这问题也不是那么严重 对,人才的移动 我是觉得正常 正常 现在就是 假如台湾需要的人才 你找不到 那个才是危机啦 那这个我们是有 开始发现到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出来 就是院长您本身在 您本身的领域 也是 那您在众元院也是 这大力推动生物科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觉得台湾的生物科技 现在这几年来下来 不管是产业界 或学界 有大幅的经济吗 有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改变 非常大的改变 非常大 因为这个考虑到教育的层面 培养的人才 是 怎么样因应市场嘛 因为我们台湾的市场 比较单元化 比较电子 但是因为我们小国家 人力毕竟有限 没有办法 包三包三 每个领域都发展 即便在生物科技领域 也只能focus在少数几个 对 就如同我们在体育一样 我们不是每个国家 没有办法每个领域 都栽培到世界一流的人才 那生物科技呢 你觉得方向在哪里 生物科技 我是觉得 应该找一些 台湾可以发展的领域 例如 譬如说传染性疾病 譬如说 跟这个我们人种相关的 这一些疾病 癌症 或者说 心血管方面 有一些是 跟我们的人种 比较直接关联 这个西方没有在研究 那这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 可以有贡献 将来对整个华人 因为华人占全世界 四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 应该是 有他的贡献才对 OK 好 谢谢院长 好 谢谢黄委员